昨天有大同公司 兩位員工確診 一位是派駐在市政府 資訊中心的機房的駐點人員 整個市府大樓 以及對面的中和會議中心 所有的同仁 全部在今天要做快篩或是PCR 昨天有大同公司 兩位員工確診 一位是派駐在市政府 資訊中心的機房駐點人員 我們進行了包括疫調 初步第一輪的疫調 包括同住的家人 以及這個在機房的10位 都進行PCR檢測 以及這個居家隔離 那機房這位同仁以外 其他人員PCR檢測是陰性 不過為了確保防疫安全 按照我們標準的SOP 那麼9樓這個機房所在地的 資訊科技局 研考會 所有的員工 那麼 全部都要做PCR 那昨天做完第一輪的這個快篩 都是陰性 那今天呢 兩個單位全部要做PCR 那整個市府大樓 以及對面的中和會議中心 所有的同仁 那麼全部在今天要做這個快篩 或是PCR 那請各單位 在今天都要執行完畢 那我想9樓要當作是這個風險區域 那其他市府大樓 跟中和會議中心 也要當作次風險區域 一律都要做快篩跟PCR 那如果有新增確診個案 我們還會再提升喔 防疫的要求 我們還會再提升喔 謝謝 謝謝